古代枪上为何要绑红鹰,如果只为好看,那就错了,古人智慧令人佩服,白马银枪梅子酒,纵横天下无敌手,在中国古代的十八种兵器中,枪作为百兵之手,很受在战场上的将领们喜爱,他制作工艺简单,擅长远战,在冲锋杀敌中有很大优势,在冷兵器时代,刀枪剑技各个都有自己的特色, 而他们也比热兵器火药一类的更利于直接杀敌,保护自己,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战士手中握着的长枪,在枪头附近都绑着红鹰,但仅仅是为了好看嘛,并不是当了解了真相后,实在让人佩服古人的智慧,欢迎订阅纵观千秋,与我们一起追寻历史的足迹, 从毛岛枪,兵器的发展,凝结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,最早长枪是由毛眼变来的,在青铜时期,人们用杜头骨和石头来制作长矛,用来狩猎或者防身,接着到了春秋战国,诸侯争霸的开始,长矛显得更加轻便,便窄的矛头和家后的矛蜂,都更利于在战场上便于挥舞,刺中敌人盔甲下的身躯, 西汉之后,匈奴虎视汹汹,这时候的毛绳更加长,质量也由青铜转变为铁,在长度上也刚好适合战场上的骑兵使用。 可见,我国古代人民在兵器使用上也是与时俱进,虽然那时候没有大多火药的普及,但是各种兵器的诞生敌却是战争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需求,有了骑兵后,自然步兵的武器也要配置好, 那时候行兵作战使用方阵,在配置的长矛上更加宽大外,到了魏晋时期,更衍生了双刃矛,不过真正的长枪开始兴起,是在中唐时期,在此之前,他还有个名字叫做马朔,就是在马上使用的长矛,当时的马朔被众多将领所青睐,比如程咬金,秦琼等,仅是矛尖就有十几厘米长,形状和锥子差不多,从这之后, 长枪一直延续到清朝开始定型,其中还有各种枪的变种,比如双钩和单钩枪,还有缩枪等等,早在宋元时期,长枪的枪头就榜有红鹰,我们看到那些英雄人物,武刀弄枪很是潇洒,以为这红鹰子单单只是好看吗? 并不是,这其中可有着制作者在其中的智慧,在熟知的明著三国中,用枪作为武器的就有六十多个人,然而使地好却只有十人,可见枪的技法并不是普通小将能够驾驭的红鹰的作用,虽然说武器的兴起是战争的标志。 如今和平年代,那些刀枪剑戟早已少见,但是在武侠人物中,我们依旧看到耍枪的人物,比如林冲在风雪山神庙中。 漫天的白雪飞舞,映着燃烧的茅屋,火花霹雳啪啦地燃在身后,林冲尖头扛着一把花枪,花枪上还挂着酒葫芦,看起来凄凉又悲壮,那一把花枪的尖锐,直接让他刺杀了背信七亿的狗贼, 然而枪上的红鹰究竟有什么用呢?原来在打战时,为了避免敌人的鲜血顺着武器流到手中,红鹰起到了引流。 吸附的作用,毕竟枪这个武器可是一招刺破血肉,可以让鲜血迸发的,但是在激烈的决斗中,喷涌的鲜血难免会溅入眼中,影响势力,稍不留神,可能就被取之手机。 因此,红鹰更好地吸附血液,不至于让敌人的鲜血影响自己作战,有时候打仗也是需要策略的,而红鹰就起到了迷惑的作用, 在飞舞起来的长枪中,视线很快被红色的鹰子给吸引,一时间分不清对方的武功招数,在迷惑之下,更能分散注意力,击中敌人。 当然我们看到战场上的士兵,一排排整齐地站在那里,手中的长枪红鹰随风舞动,在烈日下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在外行看来,红色是挺好看的,但是为什么不用黑色的呢? 一方面鲜艳的颜色能够提升士气,一方面也能给敌军带来威慑力,假如换成黑色的鹰子,岂不是显得死气沉沉,看来仅仅一柄长枪,在设计时,枪头的红鹰就很有讲究,红色配上将军的披风和战袍,更显得威风凛凛,红鹰枪的红鹰安装在枪头和枪杆的接头处,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,可以防止让枪头飞出去。 我们看古代电视剧里面的人拿枪都很容易,误以为这个武器比较轻,实际上很多红鹰枪都在七斤左右,枪头就要占三斤,要是在耍枪的时候飞出去,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,枪头刺入敌人身体的时候。 枪杆会和实验中的玻璃棒一样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,把敌人的血引到用枪者的手中,枪杆上有血的话,会非常滑,枪也就拿不稳了,而红鹰刻意吸血,阻止鲜血流到用枪者的手里,从而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,在战场上。 要是因为太滑,不小心把枪甩出去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。 发力在武器决战中起着重要作用,用武器发力发的是巧力而不是蛮力,发力点找对了,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 枪上红鹰丝固定防滑的作用可以帮助用枪者发力,让他们不被外界因素干扰。 达到用枪的最佳状态,千里之低,溃于乙穴。 如果古枪失去了红鹰,那它的威力肯定大不如从前,古代科技发展落后,所以古代人都比较迷信,红色在他们眼里是最喜庆的一个颜色,象征着幸福与幸运。 枪上的毛用红色一方面是比较喜气,另一方面是可以增加士气。 人的眼睛对红色比较敏感,在练兵的时候,红鹰就能鼓舞士兵,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,红鹰夺目和敌军交战的时候,红鹰会对敌军视线形成干扰,可以增加几方胜利的可能性。 有人认为红鹰丝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,把它安在那,就是为了好看一点点红鹰又能对敌军造成什么大影响呢? 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,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,哪怕红鹰只能造成零点几秒的干扰,那也是一个致命的存在,长枪的优势,长枪在宋代时期开始蓬勃发展。 到了明清时开始定型,一直到清朝后期,军队开始看重火枪的重要性,转而减少了长枪的使用。 他们以为火药枪携带方便,射击准确,与此同时,清朝的近代作战能力也下降,不过长枪能在历史中流传那么久,其优势也是不言而喻的。 比如,他制作方便,不像刀剑需要仔细打磨,往往一杆木棍配上一个尖头,就成为长枪。 另外,他使用起来灵巧,不像那些重型武器挥起来笨重又费劲,和刀剑比起来,长枪的杀伤力很强,那是因为枪头可以一枪毙命,敌人的咽喉和心脏部位往往很容易就刺重。 古代兵器讲究一寸长,一寸强,枪在这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,古枪大多数都在两米左右,而古剑只有一米多,假如在战场上有两个战力一样的士兵相遇,他们的距离在两米的时候,拿枪的士兵可以攻击到拿剑士兵,而拿剑的士兵因为武器太短,只能处于劣势地位。 古枪的射击优势,让使用者不用做什么准备,就能直接攻击对方,而斧跃还要做一个砍的动作,在攻击时,枪就已经抢占了先机。 刀,斧是砍伤性武器,而古枪是戳伤性武器,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。 那刀,斧的伤害性完全比不过古枪,武器对人的伤害程度是有限度的, 普通士兵达不到限度,就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伤害性大的武器。 隋唐演绎中,李渊有一个天生神力的儿子,名为李渊霸。 李渊霸用的武器瓮金锤一个400斤,一共800斤,他的力气让他成为了隋唐的第一猛将。 史书记载,关于张飞等人的武器也有好几十斤,他们的勇猛和他们拥有的力量有很大关系。 李渊霸,关于张飞等人用几十斤的武器是因为他们有那个能力,然而一个普通的古代士兵。 真的能拿得起几十斤的武器吗? 在关于等人手中,几十斤的武器是力气,在普通士兵的手中,几十斤的武器就是累赘, 迄今多重的骨枪多加练习,也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。 对战士而言,灵巧轻便的骨枪远比拎不动的铁锤好用得多,刀剑虽然也可以割伤皮肤。 但更多是伤筋动骨,在我们所熟知的将领中,赵子龙、岳飞和水浒英雄卢俊逸都是用枪的高手。 当然,名将的武器自然都是精心打造的,俗话说好马配好鞍。 一个得手的兵器也是武士的必备,吸出第一霸王的项羽,带领着三万精兵打败了刘邦。 其使用的武器就是长枪,他的长枪重达八十斤,通体金黄,龙头和龙尾分别制作在长枪的枪头和枪尾,八颗宝石更是分布在枪杆子上。 当然,这个精心打造的武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八宝陀龙枪,长枪在历史中发生着演变。 从毛岛枪,之后也成为许多英雄衬手的武器,他在我国古代的武器中是必不可少的。 甚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,我们也使用了红鹰枪作为武器,当时地形狭窄,日军的优势被限制。 而我军用红鹰枪排兵布阵,给敌人带去了震慑力,最终取得胜利,可见长枪的作战能力。 尽管是没有强大武功的人,也可以利用他的优势来奋勇杀敌,游龙一致乾坤破,孤枪九连国境绝,使用长枪的英雄在这杆衬手的兵器下,显得更加具有艺术色彩。 不管是上阵杀敌,还是近身搏斗。 长枪的灵巧都使之脱颖而出,古人眼中刀客是孤独的,身背黑色大刀,戴着斗篷,全身都是孤寒之气,而用枪的侠客显得柔情又孤独,他没有太多的锋芒毕露,只是一柄棍子就足以衬托侠谷柔情。 当然,红鹰枪的红鹰还有一个作用,在练武时根据红鹰的摆动程度来判断自身用力和动作是否规范,可见红鹰枪不管从作战还是练习都考虑到人们的使用习惯,真是佩服古人的智慧。